中国国产首艘航母 5月13日至18日完成首次海上试验任务后,返回大连造船畅后,一直在进行最后的工程和试验工作。 近日有网友拍摄到了航母的最新近况,从图片中看到,舰体上的脚手架,已经只剩下极少数,表明外表的工程已经进入了尾声。 摄影ROKF001对于航母的内部工程和试验,主要包括电缆和管线等线路设施、雷达等航电系统,重要的可能就是安装武器等作战系统。 最后,将对航母的各个子系统进行调试和联试,图为仍在进行相关安装工作的国产航母的舰导。 摄影ROKF001从舰手的照片来看,依然没有出现任何和舰号有关的信息。 参考辽宁舰来看,可能会在航母正式入列的前一个月左右,其舰号才会进行涂装。 目前关于首艘航母是否命名为山东舰,依然没有明确的消息。 摄影ROKF001从左舰后部方位来看,已经安装了多功能板前伸弹发射器。 在此之前,其左舰前部的武器平台上,已经安装了一部疑似海红旗试近防导弹。 值得注意的是,目前中国海军两艘航母都在港口,这表明未来至少半年内,中国海军将面临无航母可用的局面。 中国急需建造更多数量的航母。 摄影ROKF001 摄影ROKF001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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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